勞動部北分署分署長謝怡榮 涉嫌霸凌員工 導致員工想不開 昨天晚間受到勞動部考機會 耗時三小時討論決議後 給予兩大過免值 不過事件持續延燒 就有人影射 原理一家醬油廠是謝怡榮的娘家 醬油廠近期陸續受到許多民眾關心 對此他們也出面澄清 昨天晚間就在臉書上 PO出一家人的全家福照片 文中提及 謝家只有兩位男生 並不認識勞動部的長官 與謝怡榮也不認識 對於疑似發生職場霸凌案件 表達遺憾 也出面再次澄清 謝家表示 這期誤會造成醬油廠名譽 對於嚴重影響也非常困擾 甚至還拿出戶口 明不證明真的跟謝怡榮沒有關係 就盼外界不要聽信未經查證的謠言